尽管7月1号香港有43万人上届怒吼 但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仍然持续在渐渐问题上继续说谎 更包庇他的下属借由新界东北规划案以权谋私 让香港的民怨再次沸腾 民间人权阵线昨天举行了大游行 要求梁振英与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下台 游行人事项五点半现在同温湾东角道集会 三点在巨型主题横幅的领头下起步 他们手持西瓜状的气球 与踢走贪官发展局局长陈茂波 许多村民都带同自制的标语横幅 还有自己的农作物参加游行 誓言捍卫自己的家园 并要求陈茂波和包庇下属的梁振英下台 不天不察 我住了这么多年我住什么餐 去这么多大华 家外生路仔 下一代有样何样那怎么算 这些都是收回东北发展 都是多数都是官商勾结 所以我们就算不想东北发展 逐渐逐渐被大陆的有钱过来 买三四千万来买这些 买这些两层的别稅 这一件事是为了牺牲我们香港市民 而谋取最大的暴力 这一件事对于香港人来说 是百害而无理的 这一件事我就觉得 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要落台 而为到自己的错去负责任 游行中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也有小朋友 还有感情 其实 还有本身我们都会种点花 种点蔬果这样自给自足 民政宣布有三千人参加游行 这边连特别制作了一个红色大气球 滚到终点政府总部 并在现场踢象征陈茂波和梁振英的气球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